我14岁出来工作养家 24岁创业 我48岁我就想退休 然后在2008年的下半年 刚刚好一个朋友想把上机车关掉 他就说要把你接手 把身体祝福好长寿健康幸福 我就想争取做一个规模的发展 所以我就找了很多兄弟进来帮忙 从一天呢 我们四个员工26个病人 我们今天有120个员工同事 一般上贫困的人 他不会在那个时候 去买两个月份一次 本来没有对外变成对外 我们一天服务的老人家有一千个人 所以我们过去的八年里 我们总共服务了260万人次 我们有四个方向 一个是种族和谐 在一百个人看诊的里面 有七个是非华族 然后我们做负能量到正能量 我们讲了很多中华文化 所以我写书 还有我在议色里面 放了很多正能量的语言 跟人家分享 第三个我们鼓励慈善 告诉人家慈善是人人有责 还有再来呢 慈善无国切 慈善是一种大爱 还有不分你我 不分动作 共襄上去 好几位进来 两个来 来来 身体健康 你好 我就觉得新加坡还是有一批人 跟不上这个社会 或者他们的教育程度 生活环境 就被社会所遗忘了 我是想用这个平台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我是一个上司工作老板 我赚了蛮多钱 我印尼最少都百万的收入 薄币 然后我来到这里 忽然间我跟人家讲 说我不领心 不报销 然后我又把 时尚世界扩得很快 很大 背后什么目的 是不是为了免质 是不是为了遗忘 他拿错 不必有茶 改天我们进步 不好意思啊 其实一路走来 受到很多很多人的误会 所以那时候我就讲了 上司的价值观 是宽容 慈悲 大爱 感人 其实最后是风险 然后把风险改掉 变成祝福 为什么我希望 你做不了风险 你祝福我 让我做这条路 其实这条路相当相当拿走 可是你想到这些贫困的人 当你想到他 我算什么 所以我还是坚持下去 谢谢 跟你健康 跟你健康 一个有人力的人 他应该把聪明变成智慧 应该把能力变成能量 除了为自己做事 为家庭做事 也为更多人做事 我为人人一声一诺 感谢观看